大家好,为了听取粉丝建议顺应大趋势 我们决定把成月观点节目的时长直接砍半 我们将确保缩量不缩质 浓缩观点的同时,加快节奏,节省时间 希望我们的改变能够让您感到满意 感谢各位朋友的不离不弃,始终陪伴 言归正传,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全球都在关注的中国神龙空天飞机的最新动向 特别是中国神龙升天之后释放了六个神秘物体 外界非常的关注 这充分展现出中国的航天科技具备的强劲实力 我们看到最新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特别发表文章 来谈论中国的空天飞机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一定了解神龙飞机空天飞机究竟是什么概念 那么你且听我慢慢说来 中国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时间了 外界的关注呢,从来都没有降低 那么仍然在密切的关注中国神龙空天飞机升空之后究竟在干什么 究竟释放了哪些神秘的物体 这一次的任务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对外宣布 中国的这个空天飞机在九泉卫星中心在12月14号发射成功 那么利用的是长征2号F运载火箭 这一次可重复使用的航天飞机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呢 我们知道飞机 这个我们坐飞机 比如从上海到北京 从哪里到哪里 然后呢升空降落 对吧 这个呢 我们叫做什么呀 就是近地球的轨道啊 这个应该说呢 在地球上空的距离呢 是非常的短的 几千啊 最多数万啊 这样的数万米的这个高空 但是呢空天飞机就进入了外太空轨道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呢 比如说过去啊 我们的这个空间站 我们的卫星 但是呢 那样的一些装置呢 发射上去之后 使用完毕啊 很多时候就自动坠毁了 要不就是人工呢 让它坠毁 在大气层呀 就烧毁了 而现如今的科技呢 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 升空进入外太空 然后在上面执行一些任务之后呢 然后再回来 也就是说 它大大拓展了整个航天器的 它的使用范围 我们看到根据官方所公布的信息 在中国神龙航天器载轨运行 一段时间之后呢 返回中国国内的预定着陆场 那么其间按计划开展了可重复使用的技术验证 及空间科学实验 为和平利用外太空提供技术支持 当然这些说法本身呢 我想它不会告诉你真正的 对吧 咱们使用哪些核心的科技 取得哪些真正的实验的结果 可是呢 它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我们可以重复使用的 而且呢 能够成功的回来 而且成功的开展了各种空间技术的实验 这反映出呀 当前呢 在中美两国科技博弈的当下 那么外太空如何去利用 如何开发外太空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这个 这个胶着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看到中国方面 虽然所发布的信息 官方信息没有太多的细节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 这个可重复使用的实验航天器 它所开展的技术认证 科学实验 那么包括运行的时间 那么在什么时候着陆的 在外太空待了多久 那么这次任务究竟是要做什么的 长期计划又是干什么的 那么种种这些问题呀 都是外界高度关注的 那我们看到全球 特别是美国方面呢 都紧盯着中国的神龙 这个太空飞机 究竟取得了哪些成果 首先第一个信号呢 来自于这个美国方面 所得到的信息 或是所透露的信息 那就是神龙释放六个神秘物体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呢 长期关注太空动向的 美国Space网站和动力网站呢 这两个这个非常业内的一些网站呢 在12月19号对外披露更多信息 那么他们使用卫星追踪系统 和无线电信号 确认神龙空天飞机在太空之中 释放了至少六个神秘物体 或是有效载荷 而且呢 把他们又送入了地球轨道 神龙是这个航天器 在这个美国媒体和中国网络当中的一种俗称 当然官方有官方的编号 但无论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了神龙飞机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 除了其所配置的高科技的 这个核心的技术之外呢 其实最为引发美国方面关注 就是它的军事方面的应用 我们无可会言 太空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们和平利用外太空 我们开展各种科学的实验 但是呢 太空科技本身 你能够把一个飞船打到外太空 同时呢 它又能够回来 能够不断的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这里面就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军事科技的应用 我们看到 根据这个美国的Space 太空和美国的Royal动力网站 他们所发布的信息 中国神龙所释放的六个神秘物体呢 它是具备通讯能力 而且仍然能够通过S波段传输数据 换言之呀 这些物体本身都是 涵盖着一整套的通讯网络的终端节点 而不是自组织的 自己呢 在释放出去之后呢 好像就完成了任务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他可以不断的来切换任务 不断的来这个接受命令 不断的来根据最新的命令 来执行他的任务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 同样也是非常有想象空间 有美国方面那么尝试分析这些信号的内容 目前呢 看到的信息呢 这个收获好像不大 我想呀 相关的S波段的传输数据的信号 你大概可以探寻到 它在传输数据 可是呢 传输了什么 它是根据很多的这个加密 应该说你是拿不到具体的信息的 如果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科技的通信网络 这个这一种这个生态被你攻破 你能够获取到其中的信息呢 那么显然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漏洞了 那么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就是 这些神龙空天飞机所释放的 疑似的这些 这个外太空的这些物体呢 神秘的物体呢 具备相互交互的能力 比如说这是神龙 我的手指头假设是释放的几个物体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物体与物理之间呢 他们也是自主联网 也是可以相互通信的 那么这一点呢 也就意味着未来在军事领域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呢 就会更为广泛 同时我们看到 在这一次的这个中国神龙 发射的轨道呢 与之前是相似的 但是独特的无线电传输能力 却是过去所前所未见的 换言之呀 中国在太空当中的无线电通信 有了新的技术突破 而且它整个的加密 应该是做的非常的有保障 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呢 就让航天专家到现在无法确认 这释放出来的六个神秘物体 究竟是什么 在太空当中能够停留多长的时间 加拿大的天文学家 蒂利就告诉香港南华早报 那么他们与一位位于瑞士的 光波段的专业太空观测团队 观测之后发现 在中国神龙发射之后 出现了上述六个物体 在禁地轨道进行飞行的相关的这个证据 那么这里面呢 可能就包括中国神龙释放的一对卫星 但是这两枚卫星的功能 现在当然也是不知道 那么有可能是在执行测试交汇与回收的任务 至于其他物体呢 也有可能是发射之后火箭的残骸 欢迎之呀 目前能够确定的 在神龙释放的六颗物体当中 有两颗是禁地轨道飞行的 进行一些测试的相关任务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中国神龙 也有可能将信号发送到 北美洲西岸附近的一些设施上 比如说中国的地面观测站 或是中国的远洋测控船 中国呢 这个在观测测量与控制相关的系统呢 它不仅仅在中国本土有布局 那么我们经常在太空发射当中 能够看到在这个南极 北极哪里哪里的信号 都有咱们中国的陆地的观测站 或是呢 远洋的在大海上面的 这个船舶的测试测控装备 我们看到另外呢 这个这一次的神龙呢 它的这个飞行的时间呢 应该说是 这个整个的是 这一次中国神龙的发射 被视为是美军X37B的中国版本 换言之 总是拿中美两国科技 在这一领域当中做对比 外界的种种分析和推断 当然是无从证实 但是普遍的共识就是 中国在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研发能力上 有着显著的提升 与美国的航天领域的差距又再次的缩小 人们也就十分自然的将中国的神龙航空天飞机 与美军的无人太空战机X37B进行对比 我们知道X37B呢 是由美国波音公司为美国军方所研发的 太阳能无人空天飞机 为什么叫空天飞机啊 就是我前面所所描述的 它是在我们的这个上空 也在外太空都可以来进行飞行 那么波音曾经发表公告介绍 其X37B在2010年首飞 已经在太空中度过超过十年的时间 并在六次的任务当中飞行了超过21亿公里 那么其中第六次的任务创下了908天的最长载轨时间的记录 随着美国X37B的试验近年来不断取得进展 中国也加快了相关技术试验的步伐 首次在2020年的9月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太空载具送入太空 那么这个载具载轨运行两天之后 那么当时就成功返回了预定的着陆场 那么紧接着在2022年的8月5号 中国又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同样用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另一个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机 在轨飞行276天之后 5月8号返回着陆场 那么在再两次的发射任务当中 神龙都疑似分别释放了一个用途不明的特殊物体 外界当时也推测这些不明物体可能是用于训练将有效载荷送入轨道的测试装置 或是用于监控航天器外部情况的小型卫星 到了今年的这是第三次的发射任务 神龙释放的神秘物体从一个大大的增加到了至少六个 无论他们的用途或是任务会是什么 客观的说这样的变化也标志着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外界一般也预计这次神龙载轨时间是更长的 所做的科学试验也是更多的 技术验证也是更加深入的 那么基于美国的X37B 中国的神龙分别做出各种各样的试验 我们看到外界也在关注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太空领域的之场竞争 中美在相关试验和验证的进度备受关注 背后的另一个主因显然是关乎于未来可能爆发的太空战 X37B美国的这款空间飞机 它的机身外形长约9公尺 那么它的翼展就升开之后大概有5公尺长 最高的速度达到了音速的25倍以上 一般军用雷达技术无法捕捉它的行踪 况且X37B这个项目本身一属美国太空军 而并非美国航天局所主导的民用探索项目 换言之美国所开发的X37B 它的军事应用的意味显而易见 那么反观中国神龙根据美国媒体的分析 得益于航天器在地球轨道上保持动态机动 它所装载的物体特别适用于执行电子战的干扰 情报的收集甚至是反卫星等等任务 因此不排除中国神龙所释放的物体 可能是具备高度敏感的情报资产 或许也可能是在完善中国的太空情报系统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看到 解放军方面也有声音 解放军的大校那么在一篇文章当中也谈到了美国媒体的这种分析呢 是有一点这个中国威胁论的味道 特别谈到了美国在做的事情恰恰是高度用于军事用途的 那么按照中国解放军大校邵永林他的一篇文章的观点认为呢 美国媒体不止一次的炒作 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的军事用途 那么最近一些年呀 美国方面也在不断的发送各种各样的这个啊 这个航天器 那么这个过程本身呢 也反映出美国在外太空领域的军事资产的布局呢 也在不断的深入 那么现如今美国在外太空所推动的科技的进展 他已经和他的一些所谓门友啊 美国呀 日本呀 韩国 结合起来啊 想要一起来建制未来的太空领域的军事这个争夺 或者叫做科技的竞争 其实呀 我们明眼人都知道啊 无论是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开发某一种技术 我们都是希望呢 把相关的技术用于和平啊 用于这个民用啊 用于科技的探索 科学的实验 但是呢 科技的发展 如果没有坚实的军事力量作为保证的话 其实这种和平恐怕只是一种期许 所以说呀 无论是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实际上太空科技的发展 你说一点军事用途都没有呢 这个我认为呢 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最起码我们知道 在整个的这种空天飞机返回地球的过程中 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有非常强烈的摩擦 对吧 你这个相关的材料 如何可以让它重复的使用 而不会呢 被摩擦产生的热量 把它外面烧毁等等呢 其实这里面都有非常复杂的材料学 各种各样的科技 至于说通信啊 等等这些方面呢 那也是中国的强项 无论怎样吧 这些科技的发展 在我们的军事领域 民用领域啊 各种各样的 甚至中国制造领域呢 都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互联网的发明呢 就是美军当年 对吧 他有一些军事作战计划 所以开发了互联网 当然也包括电脑的发明等等 实际上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科技与军事科技的发展呢 它本来就是相互交织的 但无论怎样吧 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航天国家 相隔两周时间之内 都在开展新一轮的实验 显然都有着自己的盘算 但这里我需要补充一下 在中国神龙上周升空的时候呢 美国原本也计划 在同一时间开展 X37B的第七次的发射任务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 那么美国的X37B的发射任务呢 被取消和或者是推迟了 那么这件事情也反映出啊 当前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 特别是高精尖的科技领域的竞争呢 是相当的激烈的 中美两国科技发展 特别是离外太空的科技的发展呢 牵动着各方的神经 我想相关的讨论呢 也不会消停 太空军事化的趋势呢 无疑是在加速当中 那么未来谁能够发展自己的科技 同时能够把这些科技应用在 我们说的科技进步 或是一些这个促进和平上面 谁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更多的支持 而这一点呢 我们且观后续究竟中美两国太空飞机的发展 谁能够取得领先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析的内容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